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拼搏的再精彩 但是接下来呢 到了下半场 你觉得你的日子会怎么过呢 好 开始慢慢出现的 第一个 健康方面 是不是开始慢慢出现的一些问题 第二个 有一些人会觉得 你的存款够吗 就算你本来预估的存款 到你走了以前都还够 但中间突然发生的 不管是身体的状况 或其他出现的一些事 会不会也让你开始担心说 你后半辈子的日子要怎么过 好 而你慢慢长大了 可能不管是老伴 生活老友 一个一个走了以后 你会不会开始感到那份的孤寂 这些在在都会侵蚀的人心 所以你有想过 你的下半辈子怎么过吗 好 前一阵子 有一个令人遗憾的一个新闻 就是我们的国宝艺术家 著名大师走了 那走的方式 让很多人感到不舍 某种程度来讲的话 是不是也让大家省思到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不管你的人生上半场再精彩 但是接下来 当年纪慢慢大的时候 到底未来应该怎么办呢 好 今天在节目现场 为你邀请到一些特别来宾 不管你看到你现在 看到你的未来 你要是怎么样去面对你的健康 你的财富 或是你会不会估及 所有这些问题 到底现场来宾 可以给你什么样的建议呢 好 来 一开始为您介绍 左左边 为您邀请到第一位医药记者 洪淑青 五哥好 大家好 知名服装设计师林国基 嗨 大家好 资商心理师林翠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律师法老王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大家 没有办法调整过来 就是今天为什么请国际老师来 然后我们大家要来聊试试 我这么年轻 对不对 但是一定有很多人会觉得 平常看国际老师来 都是要来聊那个服装 要怎么样弄 还有珠宝 国际老师这些东西超多 但国际老师我们今天来聊 是要聊人生下半场 包括你自己有这样的感触 对不对 我现在的人生感觉到非常的坎坷 然后有很多的波折 好像在演八点党一样 怎么最近有一些事情 都好像都发生在我身上 OK 好 你光听国际老师就这样 蛤 会吗 你这么光鲜亮丽在荧光幕前面 所以如果连他都有这样的感觉 那有很多人 你说我上班上了一辈子 我打工 我做事做了一辈子 我相信我财产也许没有他多 他都这样那我怎么办 好 这就是中年或中老年以后 开始会慢慢慢慢出现的 好 苏卿我们讲 国宝艺术家朱铭大师 他就算再精彩的人生 是不是也会面临到一些的问题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健康 然后突然健康出了状况 你就算有多少存款 看病健保当然好 但有很多健保不给付啊 然后接下来孩子大了 然后朋友越来越少 那个估计很难想象 是 尤其是如果大家看到朱铭大师 这样一个个案 你想说他应该什么都不缺吧 第一他是台湾这么知名的艺术家 80年代就可以去美国开展 第一次展览就可以卖出作品 甚至你在台湾各个角落 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对 他的金山的 他的美术馆就是一个最大型的创作 以这样的知名度 以他每一件作品的价钱 大家想应该不愁吃不愁穿 又有社会地位 应该是非常生活无忧无欲吧 结果想不到并不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之前传出他竟然 当地的警察局接到报案 报案到现场 发现居然是朱铭大师 然后相验的结果 应该是致意身亡 没有他杀的可能 所以就想说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们就谈到说 他有一些慢性疾病 好 因为慢性疾病 老实说台湾65岁老人家 平均每个人有两到三种慢性疾病 是 是 是 而且大家一问说慢性疾病 说高血压 大家很难想象 高血压我在五年前就有了 他有慢性疾病 其实不止 因为如果你仔细听他 太太或家人的描述 你就知道 其实应该是不止高血压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描述当时的状况 他们家是个透天错 那个时候 大概晚上9点多 还更早一些 他跟太太说 他去上楼去运动了 留了一张纸条 就是我上楼了 上楼运动应该 运动完还会下来 绝对不对 怎么这么久还没下来 于是上去看阳台 就发现旱事已经发生 所以他们说那张我上楼的纸 四个字变成他最后的遗言 大家不声唏嘘 后来一问之下才发现 其实不只是高血压 他先前 其实有很多这种负面的情绪 跟负面的言语 可是他早就透露出 他对自己生活 或对自己一些 这个日子不是那么满意 可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有时候对于老人家说 啊 反正我的老啊 啊 反正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都觉得年纪大都会这样嘛 不要想那么多 这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不知道 不是他不想就没事 有时候那种孤独感 或者那种无力感袭来的时候 他是需要专业的 那这个时候有时候是家人可以帮一帮 比如说之前啊 大家都知道那个港星吴耀翰嘛 吴耀翰大家知道他最知名就是五福星系列 是个喜剧啊 我常常觉得喜剧演员也是这样 他们把欢笑给大家的同时啊 有时候一回来 他们反而自己那种情绪落差更大 所以他到了年纪见长以后 一样发生这种状况 就是慢性病会出现 然后他的状况是肾脏问题 他从2019年就开始洗肾 那香港血液透析比较没那么多 所以他们是洗肚子 就是你在家里你就用那个附魔透析的水 自己在家一天洗四次这样 一天洗四次 就是你对就已经觉得不如意 第二个是听力 你知道老人家听力减退 也是非常重要一件事 因为他说听力只剩三成 所以你常常觉得更跟外界隔绝 然后那种感觉就更孤独 所以他后来他就说 他儿子照顾他嘛 然后他常常一开始 又不愿意带助听器啊 什么又不配合 所以搞了自己更多问题 到后来好不容易劝他配合了 有一天他儿子说 事实上他在过世之前啊 神经有一度啊 他就跟他儿子说 你知道吗 我本来有一次 我去尝试想要放弃自己生命 然后我就跟他儿子谈这件事情 对 结果那时候他儿子一句话 两个父子相似而笑 他说你要不要尝试 你最在行的一件事 什么 活着 不是讲笑话 对对对 就是父子两听到这一段话 其实就是讲 其实就是活着努力 就是你很努力很会 我们就这样子 两个相似而笑 所以我常说有时候家人的一个 突然间两个灵犀一点通 或者是一句鼓励的话 有时候也可以帮助他走出那个情境 但是真的要注意 有没有这种负面情绪 对因为刚才苏青讲的负面情绪 平常讲家里面只要有老人家的话 其实不要到老人家啦 你说现在其实60来岁算是中壮年了 可是有时候60来岁的人 有很多也会出现刚那样一些负面情绪 因为很多所谓的慢性病慢慢慢慢出来 高血压啦 血糖血脂啦 很多这一类糖尿病或什么 可是这份 这个就是大家会讲说 不是刚才苏青讲 65岁以上一个人有两到三种 所以你每个人都是这样 每天听的也都是这样 但是你不知不觉当中 有一些人他慢慢酝酿出来的 就是这样的情绪啦 因为有些时候啦 就是说慢性病跟忧郁的状况 其实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说的有一种就是 老人的忧郁特别容易被忽略 因为他本来就体力衰退 所以如果他现在做什么事都提不起进来 你会觉得很正常 他如果譬如说以前他每天都散步 以前他每天都会去浇花 以前他每天会去做一点创作 那现在说他不想做 你就会觉得他最近大概是体力比较不好 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的现象 所以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们就很容易忽略这样的讯息 那在老人家 有些时候他们的忧郁会用语言来透露 就譬如他常会觉得 阿姨啊活那么久不知道要干嘛 活得很烦啊 或者是觉得说 我也活够了啊 对啊活够 或者是早一点走啊 也不会拖累你们啊 或者是说老的就是没用啦 想做的事都做不到 那我觉得有些时候 我们觉得他过得好像还蛮好的 但是他心中年纪大 依然有梦想的人会比较辛苦 就是他以前曾经越辉煌的 就是他的人生越精彩越丰富的 面对老化的那个挫折感会越大 这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 请问一下我们常听四个字叫 久病厌世 那如果这样的话 怎么样去调整他这个心情 久病真的会厌世 因为那个烦躁的感觉 跟觉得没有希望的感觉 跟觉得怎么治都治不好的挫折感 其实是很大的 我也有遇过很多当事人 大部分都是罹患癌症 那可能他发病的时候刚好就是中年 他原来中年的时候就是觉得人生正好 想要去实现梦想的时候 前半段的努力告一段落 然后现在正要开启新的人生的时候 那时候却生病了 所以生病一个是前面的梦想不能实现 再来就要开始漫长漫长的治疗的过程 那时候他们很容易灰心 怎么周知不好的挫折很大 所以像这样的情形 我觉得第一步 我通常都会先跟当事人做一个 不要自我伤害的一个承诺 我都会说不管你面对任何事情 我们家人我们共同一起来面对 那第二个我会请他们就是说 说出来你又哪里心情觉得苦闷的不舒服 那我就会提醒家属们 因为家属们通常当他们讲这种灰色 这些丧气的话家属不想听 家属常会想 对家属有时候听也会说听很烦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家属会觉得说 我只要回了你这一句 你接下来每天都会跟我讲这个 然后他每天都要回这一句 有些家属会这样 对家属我后来发现 他们通常都会觉得 不要让他讲难过的话 丧气的话或负面的话 就会跟他说你会好的啦 你不要这样想啦 你不要想那么多嘛 对你出去你做一点什么事嘛 你有什么我们一起来做 可是那时候他就是 什么事都提不起进来啊 所以我就觉得不要跟他讲说 不要想那么多你让他讲 其实有非常多我的当事人跟我讲 他说我说出来这开我 很多 对喔 然后那个心里的那个沉重的石头 会觉得有一个出口让他说 不要阻止他 其实他们有些时候会度日如年 他们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喔 因为没什么事 所以我鼓励大家 我们有一个叫转移注意力法 就是让他去追剧也好 让他去跟他一起聊天互动 一定要给他一个有趣的事情做 好啦我知道了 你让他八卦都好 对八卦都好真的真的 你觉得对人家来讲的话 如果能够有一些八卦答案 我觉得他兴趣应该会很高 对要提起兴趣 或是那个格森那个什么 他到底又什么什么 每天跟追剧一样 你就让他有那个动力 对 我觉得就只是要转移注意 让他有那些动力 国庆老师你听 你听这份讲这么有感觉吗 我真的是感触很多 我有一个设计师的朋友 他是住加拿大 他一直在加拿大创业 那也非常有名 也赚了很多钱 可是他大概大概六十几岁的时候 他真的是好像是糖尿病 还是什么样的疾病 他只要出门 他随时都要带他的针 都自己要打 甚至坐飞机里面 他都要跑到那个厕所里面 去打肚子还是 我都觉得很辛苦 有一次我记得我去加拿大 温哥华住在他家 他居然就是 外面很风光啊 可是回到家 他晚上是不能躺平睡觉 他整个要坐着睡觉 就是已经好多年了 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安慰他 那结果他还是持续这样 后来呢 我发现我就找了一个好的方法 我希望 因为他也蛮沮丧的 后来我就是因为他喜欢 看一些小妹妹啊 小鲜肉啊 什么之类的 那我就常常鼓励他 你来亚洲旅行 来台湾玩 那我每次他来 我们招待的也不是美食 就是带一些很年轻的妹妹啊 然后就是很时尚的人 然后跟他玩 他玩到 就是说他不想回加拿大了 他觉得他的人生好像 春天每天都有 结果他持续这样 他多活了我觉得二十几年 当然他在前年已经过世了 我非常伤心 可是呢 好像这样的鼓励也是有用的 当然虽然我们用了 投其所好 对 我们用比较色那样的事情 但是我也觉得不可厚非啦 就是投其所好 对 这个就是个人有更不同的方法 很重要 因为我们常讲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说 其实每个人从出生 就开始走向死亡 那重点在于 怎样不要让他了无声趣 所以这个趣味的趣 可以从这里来 也可以从你刚才讲 讲八卦来 当然也可以从追剧来 有各种 只是我觉得 我们除了要投其所好 有时候要观察一些危险特征 什么叫危险特征 我觉得我们除了要投其所好 有时候要观察一些危险特征 什么叫危险特征 比如说有些老人家 他会开始 他不吃药 他不想要不是他忘了 他根本不想好 他就想算了放弃了 所以之前有个人说 叫做什么 久病厌药你知道吗 精神科医生就说 他有时候听到他来的患者 那种七十四 就是阿嬷就说 我眼睛也不好啦 骨头也不好啦 脑袋也不好啦 这也不好 每天吃的药比我吃的饭还多 我有时候想一想说 那我干脆要不要存起来 一次吃掉不要醒来就好了 真的就会 有时候精神科就会听到这种话 我们六成的老人家 一次去看个病 会拿三到五种药 那如果你是有失能的 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啦 甚至有三成八 一次开到十种药 我问你 十种药吃起来是不是比米饭还多 所以有时候真的老人家都说 我整天起来我吃的药比我吃的米饭还多 我是这样继续吃下去做什么 吃到饱的概念 对 吃到饱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子女也可以观察 他有时候病情控制不好 他有时候不是忘记 他不想吃了 这个时候要小心 生活有时候子女要注意 老人家有时候把药 全部都收起来藏起来 他就可以这样 所以这边提供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给药的这个部分 不要全部交给老人家自己吃 对 因为他吃了没有你也不知道 对 所以像我们的话都会特别提醒家人 如果他有这种久病厌世的时候 那个药的管制很重要 我以前我爸爸在生病的时候 因为他得肺腺癌 他常常会自己做医生 然后自己减药 然后偷偷的拿几颗起来 后来被我们发现 怎么从底下一大堆药丸在底下 后来我就想到一个方法 他最喜欢的一个孙女 我每次都叫那个孙女 吃药时间你一定要来我家报到 然后来就是阿公 爷爷 然后就一直散呐 散呐到最后呢 药当然就拿出来 所以我觉得说 对这些不太喜欢 守规矩吃药的长辈啊 你真的要用一点方法 其实这些方法对他也有抒压 我有国际老师刚刚讲说 他后来想一下他爸爸 其实也喜欢妹妹 所以呢叫妹妹来喂药 我没有试这一招 搞不好有效 对 原来这样 可是有很多时候 那个出发点 但你一定要有一个出发点 就是关心 就是家属要关心 而不是说你不闻不问 或你觉得反正他也年纪大 他讲那个真烦 你只要再回应他 他竟然讲不完 你如果是每次这样的话 对 你希望的事可能很快就会发生 不管是自然的发生 或是他用自己人为的方式 去发生那些 所以你看一下 我要和他的儿子讲那个多好笑 对啊 对你最拿手的是活着 对 为什么 你已经活了这么多年了 对啊 有没有你多拿手啊 用哪一件事做得这么棒 就是在这方面就这样发挥 可是话说回来 有很多人的改变 像为什么我刚刚 一开始介绍国际老师的时候 我相信观众们对国际老师非常熟 你只要看到他的时候 你大部分都是在时尚节目啦 或是以前像我们在 我们虽然也是谈话 以前就会谈一些时尚的 或什么请国际老师 我还记得国际老师那时候来 人家明明好好的衣服 他就大剪刀一下咔嚓 哎呀 各位衣服剪的不是 不是剪完以后可以到时候没发生 人家那也是花白花花的银子买来的 但他就是有那个巧手 能够把人家那个剪完以后 能够去做那样一些的改变 可是国际老师 我今天跟你聊 跟以前在聊的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我要澄清一下 我以前帮人家剪衣服 是为了提升我们台湾服装产业的那种 能够销售率再增加一点 所以家里不要的衣服赶快把它剪 你再赶快来买新的 OK 用心良苦 可是你是有中间 心态的转变是有生过一场大病吗 对 其实我曾经也是一个花样美少年 就是很爱漂亮的很花样的年纪 那我其实我每一天出门都是光鲜亮丽的啦 手指十个手指头你也知道我都带十个戒指 我这么喜欢漂亮喔 其实在59岁之前我真的非常爱运动 我甚至喔 你是运动咖 我有救生员证耶 我有去考喔 然后我甚至就是游泳 四季早晨会游了快20年以上 我是游到简直是欧巴桑看到我游 都每一次都一直跟在我后面 真的 真的是 这个也是你为什么可以游20年对面的一号 他说老是甩不掉 游泳池里面玩丫头追老名 因为我都用袜式把他们踹开啦 后来我就改去健身房运动 那有一天呢突然就是 我跟打染师沟通完 我就在我的办公室里面 就站不起来 然后我的那个胸部好像非常的沉重 然后呼吸也有点困难 然后我慢慢的一直想要爬起来 因为我的同事就在我办公室外面的工作台那里 可是因为有缝纫机的声音一直车车车车 所以你可能我微微的在喊他们的时候 都没有听见 我那时候一直想办法要挤出一句话说 我好像没办法呼吸 怎么会我从来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因为我说我这么健康我那么热爱 你有做固定健检吗 那时候完全没有 因为我那时候甚至我的那个健保卡 我从来没有用过很少很少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根本不相信我会有什么样的毛病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勉强 拖了几分钟 我就是慢慢走到那个 我们办公室门口那个门框抓住 我很勉强的才挤出一句话说 谁谁谁 我好像快要昏倒了 哇 我们同事马上冲过来 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赶快打救护车 所以呢 我真的没骗你我人生第一次 人家救护车在我们公司楼下门口 我以前都是看人家隔壁的欧巴桑 或者欧极桑载去 然后就我从此再也没看他们回来 心有戏气焰 那怎么会那天轮到我 你在救护车上的时候 有没有人家讲人生跑马登 我那时候就开始在担心 其实你们可能都会担心说 我赶快要找出什么病因 可是我那时候脑筋浮上来 就是说我保险柜里面还有很多钻石 我好像还没拿去想 然后我银行好像还有一张票 还没处理好还没去嘎好 然后那个数字好像还要再增加一点点 就是我就想这件事 然后我工作那么辛苦 然后做了三十几年服装设计 然后我正要想说要去环游世界 要去享受我的人生 可是那时候我就是 就是沿路这样走着跑那个路 我沿路看那个树 我就一直在想说 我到底哪里犯了错误 我到底为什么把自己身体搞成这样 因为我也不吃檳榔 也不抽烟 然后也不好女色 也不跑酒家 等一下 那个欧巴士长追你的那些 那些是他们追他们 在公共场合我比较不害怕 因为至少他们不会明目张大 那就好 那就好 所以说我所有的坏习惯 所有外人认为会引起毛病的那些 我完全没有 那你到底是什么状况 那后来呢 我一辈子第一次彻底的全身检查 然后那时候检查我才发现说 原来我有高血压 然后我因为胸部练得太大 你知道我那时候 因为一直练 练到很有成就感 每天练的时候还哀哀叫 在健身房照那个镜子 然后把胸部练到44寸 然后大到就是我甚至连去 我们那个店里面有欧巴桑来试衣服 还会说 林老师你这胸部是真的假的 还会摸你一下 我这个职业伤害很大 然后后来这个情况 我就是真的不敢相信 所以你那个快昏倒 包括所有那些心里面觉得闷痛 所有的那些都是因为高血压 你想要讲到多少 还有那个医生告诉我 我明白告诉我说你不能再这样重训了 你不能再这样激烈的运动 因为你整个左心是肥大 然后呢整个那个空气 在你的呼吸道 完全输送不上来 所以你会发现 你没有空气 足够的空气 可以让你真的很正常的生活 呼吸 我那时候真的是才发现说 原来事件 你那天高血压大概到多少 我那天高血压起码到180级 我完全吓死了 我以前都是非常非常正常 我真的是健康宝宝 可是树青 好啦 树青刚刚讲 五年以前就有了 而且我五年前就比他高了 你超过180 是啊 你也没有出现像国际老师 这样一些东方 而且他说他这么健康 他运动成那个样 而且我发现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任何症状 我量到180的时候 是护士快喘不过气不是我 是吗 那到底是为什么 太奇妙了 我觉得老师的状况可能合并有当时的一些情境 因为必须说如果单纯高血压到180 他多数人跟我一样是不一定有症状的 有症状可能只是觉得脸脏红 头有点痛或干嘛 但这种症状是相对不典型 因为不会单纯只是高血压 可能合并有其他症状 那比如说他说心是肥大 因为心脏要负责输出这些功率 那你如果长期操他或者你什么 他可能必须很努力的做工 以至于他可能做工过度 就像我们腿如果你一直练他会肥大 心脏他一直认真 他可能有点肥大 可是他有很多种因素造成这样 可是他说这种过度重训造成的一些心血管伤害 我真的偶偶会听到一两个 我印象最深刻是我一个很尊敬的长辈 他人生中几乎没有生过什么大病 他退休之后迷上了健身 而且他们也是跟你们一样 我觉得他们通常这种特色的人觉得 我一生中啊 几乎那个健保卡都没有用过 我根本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 很骄傲 第三件事他们会做什么 他们要做就做最好的 所以他们的重训菜单都是非常惊人的 就是那种我要挑战我这个年纪 我比那个三十郎当岁二十郎当岁的壮汉 我要练更多 而且就是那种练的时候一直哀哀叫 我练成就感 但是他也是 我跟妳讲他就是练了后来 我记得他是开始重训的第一还是第二个月 后来就是那个 主动脉剥离 差点死掉 主动脉剥离常常也跟高血压有关 所以在你这极度用力的时候 那你本来就不知道你的血管状态 很多年都没有用健保卡的人 不知道自己的血管状态是如何 他根本不一定承受着那个压力 他就可能并发了 尤其有些人只是追求胸部很厚 你对着他讲 只是追求胸部很厚 我都努力只练上半身下半身没有均衡 就更容易造成这样的伤害 你的意思是呼吁很多胸部很大的男女生朋友 你就是一定要拿健保卡去医院 随便刷一刷 我的意思是说 有一点年纪要做重训 第一个要有专业教练 第二个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 不要一来就追求最猛的 他应该是一个循序见证 OK 所以从那件事以后 医生当然就会跟你讲你有高血压 所以你要吃药 从那天以后我的人生就被判定 对我是打击非常大 就判定说你终身要吃高血压的药 因为你一定要控制 我还一直不断的 因为这是医生是我的好朋友 多年好朋友 我不断的用 也是以后有用美色 然后也用每天请他吃饭 或者说找他去很多地方玩 看我的服装秀 因为模特儿都很漂亮 希望他帮我捡一些药 不是不是 等一下 你是用这样的方式跟医生商量 你以为你是买房子 用这样的方式他可以降一些价钱 那个是他看你的身体状况 要给你的药量 然后你是用这种贿赂的方式 用美色 然后希望他捡你的药 对 林国基老师你在想什么 小五哥你要知道 我每天三餐都要吃药 很辛酸 然后都一大包 他一刻都不帮我捡 我这样就一直吃吃到现在 可是对你的人生 这整件事情产生很大的变化 因为我在医院里面躺了三天 三夜 我就在想说 好 我一定要改变我自己 工作量过多 我就开始想说 我真的要捡 我第一件事情想到就是 我要立个遗嘱 几乎我的收藏有几万件 对 不管是字画啦 或者珠宝啊 或者甚至滴滴扣扣的东西 甚至芭比娃娃业也快一万多只 那这一些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突然就走了 那这些东西谁来照顾 谁会想要去处理这些东西 搞不好人家就把你丢到垃圾堆 那我一生的心血 所以我就马上找我的律师朋友 帮我写这个遗嘱 OK 發王其实 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都有讲过 对现代人来讲 不要避讳这样的事情 可是预例遗嘱不是 你每天看电视八点档 你以为就是那写一写 弄一弄就结束了 没有 它是有一些规定的 其实不是像国际老师 有这么多东西需要分才需要立遗嘱 一般人其实都建议立遗嘱 那立遗嘱的方式大概有五种 就是包括说自书遗嘱 公正遗嘱 密封遗嘱 代笔遗嘱 或者是口售遗嘱 那讲完大概大家也忘记了 就是一般人 你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方式 最简单最可惜 对其实我猜当时国际老师 他采用的应该就是代笔遗嘱 就是请律师 他也请律师帮他记录下来 然后有证人签名 两个 两个证人签名 然后把这个遗嘱立起来 就是把遗产分配好 那我们一般其实 比较谨慎的 我们大概会用代笔遗嘱 或者去找公正人做公正遗嘱 专业人士协助你 比较不容易出错 但是其实我们在家里面 自己也可以立遗嘱 自己可以自书遗嘱 那也不用像那个 什么雍正皇帝 要把那个 摆在政大光明后面 也不需要 那其实也是遗嘱 因为他把他的地位分配下去 其实也不用这样 我们在家里面自己就可以写 你就把你的财产怎么样分配 写清楚你是谁 然后有签名 然后有写日期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你要自己写 打字呢 打字不行 现在有很多 因为现在大家都习惯用电脑打字 那就想说 我自己写字这么丑 最后签名就好了 最后签名就好了 对 可是这个实务上面 我法院都认为说 制书遗嘱就是你要自己写 这个书就是写的意思 就是你要自己写才成立 如果你是用电脑打的 很抱歉 这不符合法定要件 那他这个遗嘱是无效的 那除了这一点之外 还有一点其实也要注意到说 因为我们会有法定继承人 那法定继承人他们会有特留份 那你可能要预先考虑到说 你不能够把你所有的财产 都留给年轻的妹妹啦 就是你的侄女啦 你的配偶还是 他们本来就可以分到的 还是要分 还是要分给他们 不然到时候他们就会跑过来 跟这个年轻妹妹要 我真的有另一条就是说 我有讨厌了一个晚辈啊 然后呢 因为他对长辈都不尊敬啊 不礼貌啊 我还遗嘱里面写 我只会送他一张卡片 然后那张卡 悠悠卡吗 就是一张卡片 然后里面写说你知道我的意思 真的喔 我真的有预议 好帅喔 因为这个好坏的小孩 我不要给他 拿到时候应该很兴奋 就一打开只有 本来也不是一张黑卡 是黑卡 是Hate 你就是黑名单 OK 对 所以那法老王刚才 特别提醒大家就这样 因为 好啦 你最保险 其实你就找律师 或是工作人帮你处理 我觉得他还是 因为一般人不太懂那些 所以法老王只是提醒大家 你不要以为 打字出来签个名就算了 要不然就要从头到尾 自己写 或类似像这些 好 可是对国际老师刚才有讲 为什么那个心路历程 有很多的一些名人 都是因为突然发生了一些病变 开始省思自己过去的人生 然后未来还要这个样吗 像国际老师开始做这样一些的转变 可是你换一个角度来讲 苏卿 还有一种状况 人 年纪慢慢大 说实话麻烦的是 你没钱有没钱的烦恼 日子不知道该怎么过 懊悔我上半辈子 为什么要这么样的 对对对 这么样的浪费生命 然后少年不努力 然后问什么 有钱也有有钱的烦恼 这时候发现贴上来的 不见得真的是爱你的 不见得真的是对你好的 有人说这个也很麻烦 你有钱像国际老师 我们也要提醒他 对 那谁对你好谁什么 你要想清楚 他是真的对你好 还是他只是为了对你的钱好 这些有钱或有成就的人 他们有两种 一种是那种 他在退休之前 他是完全热衷跟智力在他的工作 所以他其实是 对于外界的险恶完全不知道 可能你每天在宣传新的诈骗手法 人家会这样骗你那样骗你 他都不知道 因为他就在研究 他就在工作 于是退休之后 他就变成被炸高风险群 我印象最深刻 之前有一个被炸两千多万 是一个教授级的医生夫人 高知识分子 我印象最深刻 之前有一个被炸两千多万 是一个教授级的医生夫人 高知识分子 高知识分子 我们都想说 而且那扎线的手法就是超简单 我一听就会挂掉电话那种 但是他们都会信 因为我们就一般想说 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信 但就想 因为他一辈子都在医院 他根本没有在管 他就觉得你们媒体都在讲垃圾 我才不管你 于是他就属于第一个被骗那种 这是第一款 可是第二种是 世间啊 你就没有两千多万给他骗 你也是很容易遇到 像最简单是因为年纪大 怕身体健康出问题 最多的叫健康诈骗 健康诈骗你 如果你观察一下 你们家社区的周围 你会发现 怎么突然间有一个房子 外面都会排很多 那个姐姐 阿姨 哥哥们 然后他们就站在那边等等 差不多八点开始等开门 开门之后 你会发现他们 或是坐在那边什么 磁波椅 电疗椅 红外线 什么鬼 躺在那里 那一开始都不用钱 甚至你去听讲课送你这个 送个两个 送什么都有的 就觉得好棒喔 有吃果仍然还不用钱 天天去 那你的子女有一天就回家 我们家怎么出现这种 奇怪的太空舱 或奇怪的什么磁波椅 一万那个价钱吓死你 很贵 之前有一个那个 什么电池什么聊的椅 后来才知道 他买三十几万 那我觉得花钱是小 那件事为什么后来会写 因为那个人他本来应该要洗肾 然后他坚信 他坚信他只要做那个东西 不用洗肾就会好 所以后来他就是躺在那里 他都不去洗 那后来严重的尿毒 就没救回来 不但炸了擦材 还害了他的命 真的要小心 还有一种健康诈骗型的 就是在医院去看诊的时候 那一堆人围在那个地方 就一定会有人 然后来跟你讲说 你也是来看这个 我跟你讲 我以前也是 你知道吗 我以前也是 结果后来 我比你严重的多 后来我就是人家跟我讲 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而且我跟你保证 那绝对不便宜 真的不便宜 一凹几块的东西都十几万 对 这个要小心 这也是要小心 第三种我觉得 就是以前我们讲的那种 粉红诈骗 因为年纪大了 然后有时候有一点点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 会被人家追着跑吗 有些他就觉得相当的孤独寂寞 因为想要跟孩子讲个话 他们觉得 我很累了 不要再那个 好 就这样 于是乎乎 先前有一个就是 也是退休的农民伯伯 然后一开始呢 就是遇到一个中国籍女子 后来就想说 阿伯 你也是湖南的 我记得湖南 我印象中以前 我们有一个老师也是湖南强 湖南强的国语好难懂 他第一天来上课的时候 自我介绍我示范一下 他就说 我姓阳不是母义阳 是母阳阳 蛤 我姓阳不是母义阳 是母阳阳 对 我姓阳 不是母义阳 是母阳阳 好的 好 就是说呢 就是他们语言上有时候 甚至有些隔阂 所以遇到这女生来 又听得懂我讲话 同乡还会做胡能菜给我吃 真的太棒了 一开始就说 别客气就找同乡嘛 然后做菜 然后到他家去做菜给他吃 渐渐就觉得 这个同乡好像人很好 就发展出恋爱关系 一个年龄差很大的恋爱关系 然后于是乎女生真的人很好 不像会做菜 然后后来就开始会主动 触摸该男的身体 然后后来想说 那我家后的事情 后来就是发生了关系 于是我们两个都已经是恋爱关系 我又这样占人家便宜 就一个月9万块 就给他当作我们的安生活费 就开始 问题是在于这是第一个 他就吃后到凶了 怎么叫这是第一个 还有 假后到凶了 后来又有第二个人 寻此模式的孩子 对了 第二个又来了 然后第三个又来了 最厉害是第四个 因为前三个虽然都赚到安家费 但是没有顺利达成最后这个 因为第四个来的时候 老先生这次真的突然间觉得 这个不只是心灵相通 这个我们一定要永远在一起 还四三盟 结婚 结婚了 结婚之后儿子就发现 奇怪 结婚之后这女的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结婚之后 以后他拌缝 他挂了以后就可以领 我再来干嘛 是不是 所以从此就再也吃不到家乡菜了 就只有祭拜那一日 有没有可能等到 对 因为有很多老人家的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 也讨论过非常多的 然后呢 突然来安慰的 来对你 对你投牌送爆的 很多像这一些 是不是真的是爱你 还是爱你的钱 还是过程这样 郭教授你有朋友也陷入过这种 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 就是我们服装同业的一个品牌老板 那这个老板因为我认识他很多年啊 我们工作很多年 所以都很熟 连他的太太或几任太太 我都很熟 应该是第三个太太的时候 那时候正在进寝室的时候 他反正也是因为生意应酬啊 自己也是脸花惹草 所以老婆对他其实 也生小孩了 可是也灰心了 然后也不愿意说 再这样下去 那有一天我这个朋友 非常生气 然后用愤怒来形容 来告诉我们 就是在我们吃饭的场合里面讲 然后说我现在这个离婚 我答应跟他签字离婚的老婆 他框了我一亿多元的资产走 天啊 平常你在看这个他老婆的时候 你不感觉到 他只是一个平常会去菜市场买菜的 那种年轻的 没想到他会是心情这么重 框一亿多元 我说怎么发生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结果他告诉我一件事情 然后就说 他老婆他们还没离婚 等于是已经到最后 他们决定要去签字的时候 他就在之前 然后就是 就跟他先生讲 太太就跟先生讲说 我们居然到这种田地了 我们也没办法再复合了 那我们好聚好散 那我今天特别准备一桌 好菜好酒 然后我们就吃一吃 我们聊一聊 以后分开了还是好朋友嘛 结果没想到喝完酒 他就感觉到他就是 一阵的晕眩 他这个老婆有对他 弄一些动作他也不太清楚 结果后来整个事情爆发说 他的资产被他老婆这样 掏了一些钱还有房地产走 他才发现说 他老婆在他那样有一点点 忽忽沉沉的状况之下 让他签字让他盖章 做完以后他老婆很成功的 拿走他的房子跟一些钱 还有一些很值钱的珠宝这样走 然后就离婚 简直是傻眼 原来是也可以用这一招 后来我在跟我的异性朋友 吃饭喝酒我都非常小心 然后我每一次都偷偷 都很想拿一个银针线 搞不好 要不就像电影一样 就那个酒杯拿起来以后 就往旁边 然后就用这样的方式 可是发王刚才讲的那种状况 有办法去把钱要的回来吗 或是肃金刚讲 那个粉红剪湿的那些 除了9万块那以外 我相信那个一定过程当中 尤其最后一个要结婚的那个 大概也会有一些房地产 也没有被移转 类似这些 这些都要的回来吗 其实如果是譬如说苏星姐刚刚讲的 这个部分 他是自己自愿的移转出去 这个大概就比较难 可是像国际老师刚刚讲的 就是在 忙忙飙飙 就把自己房子移转出去 因为事实上我们在移转房 就是要移转不动产的时候 现在是有规定的 你要嘛你本人要到地震机关 地震事务所去办 你要嘛要有硬件证明 那你硬件证明怎么来 你要自己去护证事务所 去办硬件证明 所以我猜国际老师这个朋友 他可能在那一阵子有在 做这个不动产的过户 所以有去申请硬件证明 所以才能够拿这个印章去盖 然后就可以过户 不然一般人应该是 硬件证明没有办法用 代理人的方式去请 没有办法 所以他可能是本来就有硬件证明 本来就有硬件证明 然后被拿去盖 所以故事告诉我们 硬件证明只要没有用掉就销毁 对就销毁 有用的时候再去请 对 那其实除了这一点以外 就是有时候我们也 如果说真的有担心的话 或者是像刚刚那个 苏妮姐提到这个老伯伯 粉红姐私行的 对他名下有不动产的话 其实他的子女可以去考虑 去做预告登记 就是预告登记做了之后 以后这个不动产要过户的时候 就要先通知 通知那个预告登记人 你要经过他同意之后 这个才可以过户 他要去哪里做预告登记 那个地震事务所 就可以做这个预告登记 要去跟他讲说 我是他 我未来的继承人 当然本人要去啦 本人要去 对本人要去 然后说这个要做预告登记人 那之后就会通知他 就可以有多一层保障 然后另外还有 其实除了这种情形以外 还有一种是 就是做假债权 然后去提告 然后拿到这个假债权 这个执行民意之后 然后去做强制执行 你就会神不知鬼不觉 你的房产就被拍卖掉了 可是这种情形 其实是可以预防的 就是你要住你的户籍地 因为这种通常是 你没有住在你的户籍地 才会发生这种情形 因为法院通知 一定会寄到户籍地 这是必然的 所以你只要住在你的户籍地 你一定会收到法院通知 你收到你就要赶快去 也不要像网路上有流传 一个大学教授 他就是收到法院的东西 觉得是诈骗 丢垃圾桶 就好像自己很帅气 说这次诈骗 我这么高知识分子 我当然不会被骗 丢垃圾桶 都丢垃圾桶 全部都丢垃圾桶 然后最后 真的是支付命令 然后真的被人家强制执行 那其实 如果说你是住在户籍地的话 收到法院的文件 还是要去确认一下 还是要去确认一下 就是上网去查一下法院的电话 不要人家寄过来 那个文件上面写的电话 你就打他上面的电话 诈骗集团都会帮你写好啦 直接接到他们家总机啦 所以你就上网去查 比如说查台北地方法院 第一页出来的 除了那个广告以外 第一行出来的 大概都是真的啦 那法老王刚刚提醒的 尤其讲到有一段是 有很多人租房子 房东 房东把房子租给房客 可是那个房东的户籍 还在房客的那个房子那里 结果就有人曾经发生过 法老王讲的这些情形 如果房客就是要恶搞你 我只要房客要凹你的 对 我就要恶搞你 因为我就做一个假债权 说你有欠我 结果他告到法院以后 法院那个会寄到哪呢 寄到那个房客住的那个地方 因为你的户籍在这个地方 你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之下 房子就不见了 就出现了这种事 OK 所以这是要提醒大家 在过程当中 当然是要小心 但是我们刚刚讲 人年纪慢慢大的时候 我们刚讲包括健康 包括你会估计 你会希望有个伴 尤其是有人可能是老伴走了 或是说朋友 老友也慢慢走的时候 你就希望 可能年轻人又不见得 会愿意听你讲这些 那你到底该怎么办这时候 其实老人家之所以这么容易被骗 有几个重要的因子 第一个就是说 他们真的判断力 跟他们的一个辨识能力 真的有下降 那如果这时候 他因为生病又焦虑担心 这时候 他的判断力又会更下降 那如果这时候他又孤单 寂寞 他的耳根子又太软了 那另外我提醒大家 老人家还有一个心理的状况 就是他很容易相信外人 可是他不听自己人的话 这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心理特质 那怎么办 你要特别注意 那怎么办 这很重要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抱怨 就是我讲破嘴 我爸妈都不听 然后他旁边的邻居 或者旁边的朋友讲一句 然后就是他爸妈回头讲 那个人家说那个什么什么 我讲了八百次了 然后你现在回头讲的好像 好像我都没讲过这些 这个这样 可是你怎么办 你不能跟老人家天天吵这个啊 你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 务必要投其所好 多跟他聊他喜欢的事物 而且你有些时候啊 就最好 像刚刚国杰老师说的啊 派一个他喜欢的一个 妹妹 亲人陪他一起去说 妹妹陪你一起去啦 还可以帮他判断 因为他的认知功能很低落的时候 判断力很糟的时候 别人讲什么就信什么 而且诈骗集团 还很喜欢跟他们讲一句话 他就说 这个你跟你家人讲啦 因为反对啦 麻烦的要命 不要跟他们讲 所以很多老人家还会搞神秘哦 把一些东西全部藏起来 而且其实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还会有一个 他对家人会比较多疑 可是对外人的话他不会多疑 所以外人跟他讲什么 他都会藏起来 所以像我就觉得 务必要有一个他比较亲近的 所以通常这种人选 谁最好呢 孙子辈 儿子辈 女儿辈 通常都不会喜欢 他对我们对孙子的戒心比较低 OK 所以你可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关注他 然后多跟他聊天 然后多看有没有奇怪的人 还有要检查他的存款 有没有扫掉了 是 有没有扫一个零 真的 很多人都是从看到他的存款之后吓一跳 爸爸的存款怎么全部不见了 有很多人是走了以后 然后去承包遗产或所有那些 才发现房子也不见了 存款也不见了 像我刚才那个老翁是 爸你怎么住进农民之家 你不是有房子吧 房子卖掉给第三个女的了 OK 好 可是刚才讲的时候 这也是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 真的要关心家里面的老人家 因为有一天你也会老 你也会要知道说到底该怎么办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今天跟大家了解 为什么请郭介老师来 郭介老师从你刚刚讲的那些 发现有高气流压 然后开始准备能改变 包括做予律旅主 可是你的生活跟人生 也做了一些的改变 你现在的生活 可不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现在希望过了 或你现在正在过什么样的生活 对我现在其实是过着 就是全台湾人都非常痛恨 咬牙切齿的生活 我现在其实是过着 就是全台湾人都非常痛恨 咬牙切齿的生活 我现在有个外号叫时尚农夫 因为其实我59岁检查出我的病因以后 其实我就决定 我60岁一定要退休 所以我就在那种北部山区里面 买了一块地 然后非常大的一块地 这个是你自己的 我的居家环境 就是我开始去种一些有机蔬菜 蔬菜水果 我种了1000多棵的果树 1到12月都有花会开 1到12月都有水果可以吃 我包括我所吃的东西 完全没有农药 我甚至龟毛到我的邻居 都不准喷农药 我都就是种高的树 把它挡住 也不要让它污染我 所以我就是下定决心 我的人生的下半场 我绝对是要让自己活得非常精彩 有一些不好听的话 我就充耳不闻 然后有一些我不喜欢见的人 我就假装没空 胃食道逆流 我反正就是没空跟你碰面 所以我的生活 我几乎都可以在那样的空间 我就过得非常安静 你的工作完全都丢掉了吗 也没有 就是因为有一些 还是割舍不掉 因为我有一些投资 我有一些化妆保充品 都还在进行 当然那些是支撑我 可以过这样生活的一个原动力 所以我也希望那些继续存在 所以我现在其实 大家如果在山区里面碰到我 我可能会送你一串香蕉 或者送你一栏蔬菜 所以我现在过得非常开心 你现在是就住在这个地方了吗 对 住在那里 然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 然后大致上的生活就是这样 对 有一半的时间到城里来工作 然后原则上我现在让自己的生活变得非常干净 我甚至连那些奇怪的诱惑都尽量避免 什么叫奇怪的诱惑 就比如说有一些人会怪 就是来诱拐你去某一些场合 深热场合会超过12点 对 我就尽量避免 OK 我不知道国际老师讲完了 你会不会发现 要把一个时尚的人 改做这么大一些改变不容易 很大的决心 对 可是说实话 在当下发生就刚才讲到病变的那一刻的时候 国际老师一定是百转千回的 很多一些想法都过去了 现在看起来的话 一个非常健健康康 时尚农夫的林国琪 是大家看到一个新的这样一些人 好 不管怎么讲 现在我国人真的年龄 包括我们的生存年龄是越来越大 那在你可以活得越久的时候 可是怎么样 能够除了上半辈子 下半辈子能够让自己真的开心 健康的这样活 恐怕是很多人现在开始要行私的 不管你现在是20岁30岁40岁 因为第一个 你要顾的是加一个长辈 第二个 你慢慢开始要步入下半床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变成另外一个林国琪 就看你怎么样就会了 OK 这样谢谢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 观众你有收看 正正有词 我们下期节目 拜拜